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着一个新闻我就来气了 就是有关疫苗这个话题 因为上个月吧我就看着一些新闻 我就想说一下疫苗这个事 但是毕竟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视频的博主 就因为打了疫苗 说手上起了一个毛还是怎么样 他做了个视频 结果没两天就被下架了 所以我一直就没触碰这个话题 但是说这个新闻一直在网上发酵着 也没什么问题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 就是广州有一个城中村 有一位男士 就是他那个小区呢 进门有一个手机的APP 这个APP是跟这个打不打疫苗挂钩的 你如果没打疫苗的话 你就得七天拿着身份证 上那个是管门禁的地方去刷一下 如果要是你打了 你就可以长期使用 你就不用折腾了 然后这位先生打电话 投诉到12345 12345给出的答复是说 这个是村鬼 然后那个村里也说 一会儿我上一下这个视频 大家听一下 反映一下就是 就关于那个什么 那个电子门禁 使用的时间权限 和疫苗 他们两脚挂钩 这这么一个问题 我是外来 外来人口 来到广州白云区这边 在一个城中村 租住房 需要办理一个APP 就是平安的会议下 你打个定程序以后 你只要是那个按开门 那个门就不动了 你就可以进入楼内了 但是你办理这个APP的时候 他就给你设计了 一个条件 你去期 那你这么讲 叫他那里刷一下 再有一个诉求就是 他原来是用那个 塑片卡 给开这个电子门 现在就是说 你必须得用他的APP 跟他咨询 说我要办那个卡片卡 他不给你办 一说要办你卡 你塑片卡 他根本就办不了 被你预定 网络12345 给了我一个 给了我两个短信 第一短信就是说 就是村规民约 所规定的 给我一个提醒 就是建议我 提醒我 我为什么要出具医院的证明 给你看呢 对不对 关乎我的隐私问题 我的诉求就是 你把我这个APP 给我设计这张 长期的权限 取消我这个期限的限制 第二个 如果有一天 说那什么 我不方便带这个智能手机了 放一张那什么 塑片卡 你不再要求我 用什么智能手机卡 平常我就是 学到这个功能抵抑 也是所谓的老人抵抑和现金 出门出入 你突然要改变 我以往的那个 多少年的一个习惯 我真心的什么 我真的太烦恼 那这比 现在疫情嘛 如果你没打疫苗 就是那个 要更新 你在那个就是 燕楼刷 那个信息 还有那些 这个是我的系统 玫瑰 这个就是那个系统这样 上面反正就是设计 就是这样了 那个卡 说把自己的很久放下来的 现在白云区 全部你 你一下 其他真的 他就是要不一定 要用那个蓝牙开 无独有偶拿 7月25号 无锡有一个叫 雪浪中学 然后也出幺蛾子了 说是初一的新生 上学校报到的时候的 提供祖辈的这个 接种新冠疫苗的 这个证明 否则不能入学 你说有这样事吗 家学生 强迫你打疫苗 现在家长也必须得打疫苗 否则孩子也上不了学 那现在祖辈还得提供 打疫苗了 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这叫啥事啊 还有一个是一个叫东港镇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哪个省 这个省说如果60岁以上的老人 不接种疫苗的话 取消医保 取消养老金 取消什么各种福利待遇 也是今年7月25号就这一天的新了 你们是不是过分了 那老人都有基础病 一个个都病病歪歪的 什么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什么都有心脑血管 你们强制让他们去打疫苗 然后拿养老金去威胁 人家老人也辛辛苦苦一辈子了 你这半辈子最后得点养老金 你们还要拿疫苗去威胁 你们有点人性吗 如果你有一天岁数大了 全身都是病的话吧 把你这养老金取消了 你啥心情 我不知道这些事都能不能执行下去 我希望只是一个个例 真的这事太来气 好了我上网查了一下微博里 从去年7月份就有一个是金寨县 也是一个小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省 然后就是说 如果不打疫苗的话 就不让进公共场所 交通工具什么都不让乘坐了 好了今年北京也效仿了 首都北京 然后如果没有疫苗 7月份的时候也不让进公共场所了 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执行没有 然后我北京的朋友们都是有工作的 完了他们都打疫苗了 所以进公共场所 现在他们都是可以正常进的 但是那些没打疫苗的北京朋友们 你们现在到底能不能正常出入呢 如果有知道的 然后平时去告诉我 我就挺想知道这个事的 既然首都都这样了 那别的地方是不是也纷纷笑谎了 扫健康码 验核酸那是正常 但是你加疫苗这个 那国家卫健委不一直都说 打疫苗这事是自愿吗 啊 就从自愿的原则 那为什么到地方就这样了呢 你就像我之前做那个视频 形成码似的 是形成码取消了 但是你地方层层加码 层层加码啊 你这现在又开始整人要老金了 又开始整门禁卡了 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哎 气死我了 这一季过去了 咱说说好的 咱就说说打疫苗给福利这个事 今年香港打疫苗抽奖 有一个80号中了一个 价值1000多万的 多少瓶的一个豪宅 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 40多平方米 价值咱人民币800多万 那在香港也是一个豪宅了 豪宅 多贵啊 1000多万 这你看人家香港搞抽奖了 但国内也有搞抽奖了呀 刚开始是抽iPhone 然后抽什么手机 完了到后期就已经开始抽汽车了 虽然是抽奖 但也是一波福利政策 就是让老百姓 能真正得到福利 你打疫苗了吗 是不是 完了我们哈尔林呢 就是从去年开始 就是有发口罩的 有发红肠的 发购物卡的 还有发豆油的 还有个什么购物券 反正福利多多 完了到片尾时候 我放一下就是 去年我们打疫苗 那个各种福利的现场 今年吧 从上个月6月份 6月20号左右吧 然后我们那个社区里 还有小区群里 就有60岁以上老人 打疫苗 给200 然后后来给400 说是单位的任务 然后还有给500 给600的 然后还有给购物卡的 就是层出不穷 咱毕竟是给钱的 咱老百姓不能说啥 但是这60岁老人 打不打那就不知道了 就像我妈 完了我跟她说 我说现在给奖金 你打不打 因为但一直也没打 她有严重的那个 湿疹皮肤病 一到夏天 就一片一片的大风疹 就是没法治 你就像我也是过敏体质 有一年我打了 那个一杆疫苗 一点不夸张 肿这么大 这胳膊肿症 我这小洗胳 哎呦我打了 最后能有半个多月才好 一点一点消退下去了 你就说我们这种体质 是真的不适合打 但是你说 有些地方说 不打疫苗 你得上三甲医院 去提供这些 什么医生开具的证明 但是我说一下 医生只给你开 你有这种病的证明 但是人家不可能给你开具 你不适合打疫苗这种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没有任何一个医院 可以给你开这种证明 估计你找熟儿都不行 所以你说 那让医生开具证明 这不是一纸空文吗 你这不是为难老百姓吗 扯淡吗 哎 我今天有点放飞自我的 一说这个事 我真是满腹牢骚 就是朋友们 你们觉得 就是打疫苗这个事 你们怎么看 特别是60岁以上老人 打疫苗这个事 特别家里有老人的孩子 我是真心 不敢让我妈打 你给多少钱 我也不敢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但是你说 咱哈尔滨还给福利 我为你们点个赞 但是说这个奖金 是哪来的呢 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 就是说 畅老60岁以上 打疫苗 咱有奖金 就是跟那些 前面那些什么 取消养老金 不让你进门 那些地方比 我觉得还算是挺幸运的 可是说 就是畅老60岁以上 打疫苗 真的是个好事吗 那为啥社区有这个任务呢 是不是上纸下派 给他们下的硬指标 非得让他们完成呢 那这个奖金是从哪出的呢 是不是你完不成任务 就得扣奖金呢 或者是你从 就是社区人员 从个人兜里掏腰包 完了 为了完成任务 才出的这些措施呢 就是说这个事 我真的就不方便 做什么评论了 但是就是这些老人 你们打与不打 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感成 是不是 好吧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吧 就是 好的坏的 都有 然后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评论 就是你们对这事咋看 好了 我是陈陈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你们点赞 关注 评论转发 然后我也开了社区了 然后我也挺高兴的 然后社区 我放了一个投票 就是大家 在那个小视频 短视频里边 大家想看什么内容 完了 你们去投一下 然后我 以后创作也有个方向 小视频也挺好玩的 动画片你们还喜欢吗 鱼盆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拜拜 先生疫苗都够了 科兴生物都有 先生疫苗都够了 不是都够了 看我大哈尔滨 打新冠疫苗 送的红肠 我现在已经在这排队了 真实的 这是真事 领到了 领到了 两份三尾红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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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